欢迎来到深夜研究所 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东方设计 造景、游景、观景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 巨冰吴冰老师的作品 如何利用这个中国园林的手法 造景、游景、观景 在我们的建筑空间跟室内空间 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 东方设计 我们之后也会讲这个东方设计 那东方设计这个主题 主要是以我们中国的设计师 还有这个港澳台的设计师为主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巨冰跟吴冰老师的介绍 这个吴冰老师 他是这个无间设计创始人 然后摩登东方设计语言的缔造者 那他旗下呢 有WS Space无极 默默海上 WS Cafe等设计与生活方式 共同的这种品牌 来探索当下生活跟美学 那主要这个无间设计呢 然后这个摩登叫做Modern 其实Modern就是现代的意识 现代的东方 那有的人把它翻译成摩登 无间设计师这个时代的这个思考者呢 他用这个创新的力量呢 影响中国设计与国际生活 那他呢 他是一个把这个建筑室内软砖跟产品呢 就是整合在一起的这个设计师 他是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空间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他有跟中国50房地产酒店文创的这个品牌呢 达成这个战略合作 他也把这个结合品牌商业人群跟这个定位 需求考量 还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解决方案 那再来是聚彬老师 那我这边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摩登东方 一个是妻子美学 那聚彬老师是创基金理事 在水平线设计品牌的创始人 首席创意总监 那他是自律用中国文化在建筑里的这种创新 跟这种运用 以个性化独特的视觉语言来表达设计理念 以全新的视觉来传达解读中国文化元素 那作品中呢 将这个当代性文化性艺术性共荣 共生 作为这种设计与沿用于这个空间中 那他在当下的这种共通碰撞出 找寻设计的灵感 在艺术与生活的交错 和谐处追求设计的品质 在历史的记忆碎片 与当下思想的结合中 创造设计文化精神诉求 那在我们这个中国园林的这个讲解中呢 我们用于这个外造景 内造景 就是以建筑为主 建筑之外的这个造景 跟建筑内的造景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然后再去游景跟观景 我们以着证员来做介绍 他是这个江南四大园林之首 让大家去看一下 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美的这个园林 那他利用了这个三种这个造景的手法 堆山叠石 亭源的这个泥水 还有花木的配置 一般呢 我们在造园的时候呢 会先把这个水呢 考虑进来 当然特殊的园林风貌呢 就是先以这个造景 那景里面呢 就以这个水景为主 那在水景上面呢 会做这个堆山叠石 甚至是够大的这个水景 我们可以设计岛 来造成一种就是 葬景 或者是这种 对景的手法 在这边有一些建筑物 那我们就可以形成对景 然后在这上面种很多的花草树木 就形成了一种葬景 就可以遮住后面的这些建筑景观 你在不同地方观赏的时候 就有可以这个可以对景 一方面又可以葬景 或者是把它掩盖起来 这个手法我们也可以运用在室内里面 就是造景 用这个堆山或叠石的方法 山或石头来造景 那也可以做一个水景在室内 甚至是配置花草树木 可以运用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个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彭一刚老师 他的这个分析 这个我这张图呢 是从他的这个书本来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著作 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园林分析 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多阅读 是理解这个中国古典园林的手法 很好的方法 他讲到这种书密啊 高低啊 还有这种层次 不同的这种手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刚刚说的是造景手法嘛 那这个景观呢 造完之后呢 你要造景就是刚刚的 所有的这种花草树木啊 堆石啊 这个水景 那造完景之后 人要跟这个景做互动的时候 你要思考的是在哪边看这个景 还有哪边游这个景 那游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路线 它的动线 不同的这个动线 那另外一个观景呢 就是不同的建筑 那我们中国呢 是以这种亭啊台啊 楼瓦格这种方式呢 来当作是观景的一个区块 然后也是能停留的一个地方 好那我们换一张图看 其实真正的这个 刚刚看到的是平面图 那其实用这种鸟感图来看的时候 从那种航拍的方式来看的时候呢 比较清楚 其实是植栽 树木它是一重一重的 然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层次 在平面图上面其实看不太出来 但是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层次 而且高低不同 然后甚至是中间 那比如说这块岛它是有一个高度的 你必须要爬上去再下来 这样子的一种层次 用航拍的这种照片呢 就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空间里面的那种层次感 这样的深度跟远近的关系 那刚刚说的这个动线 我们观景的时候 这个动线这边有一张分析图 那这个彭一刚老师 把它说是空间的这种序列 就是说你先进去这个A建筑 然后A再到B再到其他的区块 那动线空间序列 其实它是这样 就是说比较清楚的是说 你知道就是在外围区 作为一个动线规划 然后再到中间有岛的时候 再从中间再穿越这个岛 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动线规划 那这个区块呢 这个东边跟西边 它中间还有一个狼 把它隔开了 这边是有两个狼 所以把它隔开之后呢 中间这边有一个小的 叫做别外洞天的这个亭子 可以贯穿这个东西两边 从这边东西两边走过来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照片 当你在游走这个空间序列的时候 有石头 然后有这个树木 把你做了这种仗景 把你遮住后面的背景 然后你有的看得到 有的看不到 形成了一种一步一景的这种效果 非常有趣 用照片看就更清楚 就是要说我们这样走的时候 它有很多这个树木 是把我们的视线遮住的 看不到后面的建筑 看不到后面的花草 你要走到前面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们中国的建筑呢 厅堂就是像大厅客厅这样的大空间 这种宣楼阁 就是动一动的小的这种建筑 在我们的这个景观里面 然后谢方就是有点模仿 这一个像是小船的那种 靠在岸边的这样的建筑物 它亭就是一个小亭子 这要大家清楚 然后狼就是贯穿 这个所有建筑的一个狼道动线 那我们有两张照片 一个是在十一刚刚说的 这个别有洞天的这个亭子 它可以贯穿 就是从这个亭子 可以走到西边这边 还有走到东边这边来 我们等一下从这边看过来 然后这个SPA呢 雾足幽居 雾足幽居这个亭子 一样从这边看过来 可以看到的一种感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其他的部分的这个建筑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希望这个空间带他去佐证园里面走一下 然后读一下就可以感受出来 中国的所有的这种园林手法 几乎在佐证园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这个就是我去那边拍的 你看像这个亭子呢 它就把它做成了一种 很像一种框井 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井呢 框到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了 然后这个小的亭子呢 又形成了一种对井 然后这些树木呢 又把它葬住了 把它后面的这个井遮住了 隐隐约约的看到后面 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层次感 在我们的中国园林里面 然后甚至有这种小桥的这种动线 连接不同的空间 还有高度 有一些建筑比较高 一些建筑比较低 还有这个地形也不同 有的地方透过地形 来塑造一些小岛 很像山的这种异象 好刚刚说的这种堆山叠石 这些是叠石 然后山是后面的这个 把它堆成山 然后那个庭园的那个里水 就是造这个水井 然后花草树木的配置 也是我们的重点 换一个角度呢 这边是有一个北四塔 是包文寺的这个塔 那这座塔刚好你看 形成我们空间的一个轴线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 是一个端井 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一种借井手法 把远处的井呢 借到我们的这个景色里面来 好像是我们景色的一部分 其实是在很远的这个建筑 但是它也变成我们这个园林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在我们的园林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平坦的空间 但是这里有一个山的空间 这边对了一个座山 刚刚说的这个岛 其实这个平面图在这边 你看一下 这个岛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是由上往下这边看 然后你看到中间还有小桥 流水 然后这种异象 非常的这种中国味十足的 这个地方我感觉很像仙境 因为我去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佐证园 我可以一整天都待在里面 不想离开 太舒服了 而且你知道这个佐证园呢 中国的这个园林呢 是人工造井 所有的这个石头 所有的水 全部都是人造出来的一个园林 但是你会感觉它很天然 所以用人工的方式呢 打造出很有自然感的 这样子的一种中国园林 但是其实你看它的布局 都是精心布局的 就是每一棵树的这个距离 还有它的位置 还有这些小桥流水的位置呢 它都是不太一样的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堆山碟石 这都是工匠们能慢慢打造出来的 刚刚说了这种造井呢 游井观井的这个手法 我们看一下巨饼老师如何来 西唐的这个良奈酒店的时候呢 它怎么打造 主要就是说你看它这个手稿 就是建筑群是围绕在四边的 那中间呢就设计一个水井 那在水井的旁边呢 就设计一些小的建筑 可以让它突出于 原本的这个建筑群 这四个大的这个建筑体量的旁边突出来 然后甚至是在中间突出远一点的地方 那是中国园林空间的这样子 也等于这种感受 然后大家从四边绕着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平面图 就是这个是刚刚说的这个建筑群四周 那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水域的地方 那在水井的中间呢 还设计了一些树木的这个点井 然后这边有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这边来看 那这个突出来的这个建筑就有点像亭子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就这边有设计了一个亭 中国的这个古典的这种亭子 还有一个像这种突出来的这种亭的感觉 现代的这种亭子的意象 那我们在这个游井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在建筑群四边 这样绕着这个水井走之外呢 还可以从中间这边穿越过去这个水井 到达我们的另外一个对面的这个建筑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群呢 中间呢就有这个树的这个点井一颗一颗的 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亭子 还有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这种亭子 那在亭子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观景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面喝茶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这个玻璃呢尽量设计大片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去 因为主要是来看外面的水井跟那个树井 所以玻璃还是要把它大片一点 不要太多的分割 那这个地方有个门可以走出来 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像桥这样子的一种 简化的这种动线可以到另外一边去 那观景的这个部分呢 在室内呢利用这个长窗呢 一样把它做得很像是一个框景的效果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造的空间 做了一个框景效果 不过这个框景很长 尽量把这个景色呢收在它我们的这个眼里 那这个巨饼老师喜欢用这个水平线的这个方式来做设计 所以它的公式也叫做水平线设计 好 这边是另外一种框景 不过这个地方你看到它是坐的时候 眼睛刚好是在这个水平面往上一点点的地方 这个高度不同 这个地方有降下来 所以这观景的方法有不同 是从由下面眼睛快要接近这个水面的地方来观景 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抬高于水面 就是上往下观景的 所以看到这个景的那种观看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好 另外一个是张燕文画馆 那这是一个历史的建筑物 那要保留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呢 我们用怎样的手法来做设计 这张图是说明的是旧的建筑在这边 那巨饼老师可是跟这个旧建筑脱开的方式 那在这边呢它造了一个景 在这个旧建筑的另外一个空地上呢 想要造一个水景 然后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墙面来做遮挡 让大家呢看的时候呢 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景观 只能透过下面的这一个缝隙来观看 外侧的人透过这个下面的这个缝隙观看水景 那这个内侧的人透过水景的反射 可以看到外面这边的人的行动 所以很有趣的一种观看的方式 就是观景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 在空间里面造一个水景 那我们的动线呢怎么去游走之后呢 我们观看这个景观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停留在哪边来观看 就是这三种手法把它运用起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diagram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旧建筑 很动历史建筑保留的 一个是像四合院这样的建筑 然后一个是只有这个外墙保留起来 然后当我们在设计新建筑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从这边呢 进去这个建筑 那旧建筑之间有脱开30公分以上的空间 不去破坏它 跟它有一个保持一个新旧的这种脱离的关系 然后在后面的空间呢 设计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还有这个茶室 还有这个咖啡喝咖啡的空间 还有书房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中间这边呢 就是有个水景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绿子的一个空间的分布 所以在这个平面图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这个旧的建筑呢 我们加了一个新的这个展厅空间呢 在这个里面 然后后面这里有两个展厅 那利用它既有建筑做一个展厅 还有后面有个新的建筑 我们做展厅 那后面这个大的平面呢 还有一个一个区块呢 设计一些新的这个建筑 供休息 还有这个喝茶 有这个茶室跟书房的空间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咖啡区就是山的地方 那造了一个水景 那我们进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观看这个展览 那后面的这个区块 你可以通过这个向度呢 走到后面的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书房 还有这个小小的茶室 然后也可以绕到我们咖啡区 甚至是休息区 所以你观看的这个方式很有趣 因为这边从里面往外看的时候 冷从这个地方走 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种趣味 观看这个水景 那水景透过了这个道墙 又可以观到 观看到后面这个轮的行走 然后又加了一点这种石头 碟石的这种异象 把中国的这个碟石的这个异象 运用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刚刚说的这个造景的这个手法 堆山碟石的庭园里水 然后堆山碟石 还有这个花木的这个配置 也把它放进来 所以从另一面看呢 也很清楚 这边有一个像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水 从下面来观看水景的一个方式 的一个图示 然后这一栋建筑 跟这个旧建筑的关系 它是脱离开的 旁边都是脱离开的这个距离 然后这边设计这个 主要的这个路口 大家知道从这边进来 穿越它这个旧建筑 我们的新的展览馆来 这一个空间的一种效果 另外一个像度也是 就是这边有一个水景 然后这个大的玻璃呢 就是我们的咖啡区的地方 可以从这个地方观看出来 我们这个水景 然后另外一边这边 右建筑 也有动线跟我们的这个新建筑做连接 从这个航拍图就知道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边运用了中国的这个手法 造了一个这个水 然后呢我们用堆山蝶石的方法 异象做了一点异象 然后呢放了这个树木 配置了一点花草树木 树木在旁边 还有走廊的部分 然后最外围的地方是原本既有的 保留下来做这个草地 搭配一些绿植 所以呢你在这个空间游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造了一个水景 那透过这个蝶石的方式呢 把这个墙面撑起来很有一个趣味感 然后看到这个我们的水景之后 还看到后面的人 跟这个后面的这个这个竹林 从我们书房查试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平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动线引导 从走到右边 往这个方向走到展览区 所以这个设计的这个手法 观景的这个手法是很有趣的 用这个墙面呢来做这个仗景的一种元素 这个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建筑 跟旧的建筑里面脱开的一个效果 从这边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到穿越这边过去 或者是到我们这个 我们咖啡厅这边去 或者是甚至到另外一个 这个展览厅这边去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开口 就形成一种框景的效果 把这个旧的这个建筑框进来 这个空间里面 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东西小院东西餐厅 东边呢是中式的 那西边呢是西式的 进到这个空间来里面呢 这个空间呢分东西两边 那造景在哪边呢 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 包厢的这个后端的地方 东边呢是枯山水 西边呢是水景 从路口进来的时候 做了一点遮挡的方式 再进到我们的这个前厅 然后再进去到东西两边的这个包厢 有的建筑有一棵大树 这边也树了一个景 然后这边还放了一个小的这个绿子 的一个盆景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进到这个空间来的时候 然后用了一个这个百叶的这种方式呢 把它隔开 你会看到后面的餐厅在游走进来 我们的这个餐厅里面 那这边是东边的这个路口 包厢路口 这个左边的是西边的这个包厢路口 往这两边路口的这个地方都 在立面上的做了一些分割 形成一些装饰 那左边这个地方的这个路口也是 就是它有这个脱离脱开 做了一个这种脱开的这种手法 然后也形成了一种层次效果 我们在空间里面把一些雕塑 或者是像是餐厅的这种介绍的台子呢 也可以算是一种造景的一种方式 做这个视觉停留的一个点 进到空间 刚刚说到东西包厢后面的这个景色 大概它的后面 走进来的时候呢 你观景的方式就是在包厢里面看这个景色 这个东西两边的建筑是有点对称的 然后在后面都有一个主要的餐桌 前面都有一个小的这个休息空间 那我们看一下东西两边的这个造景 东边是一个枯山水的这样子的一种效果 然后西边这边 那西餐的这个餐厅这边是一个水井 还用了这个carus gaba的这种手法 一层一层的手法 那这样子的这种造景的手法 就利用到空间里面来了 好那如果是在室内空间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深圳东西茶室填水月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呢 我们想要造一个水井在中间的地方 那我们要游走这个水井的时候呢 直接走进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这个前台 然后还有这个厕所把它挡住了 那我们再从旁边这边进到我们这个主要的两个区块 两个区块主要的这个喝茶的这个茶室 那喝茶茶室呢还做了这种提高的方式 架高的方式 上了一个台子 有点像这种台啊 停的这样子的这种异象到这个空间来喝茶 再游走到这个另外一个茶室来 还放了一个古琴在这里 那观景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观到井 还有这个三个茶室观景 那这边呢也放了一个就是椅子 然后你可以坐在这边观景 那我们进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当然可以设计一些这个墙面呢 稍微遮住我们这个景色 再游走到后面来 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设计成这个 像这个格栅的方式的一种感觉 也可以隐隐约约挡住这个空间 然后再从后面绕过来 这个地方可以设计墙面 也可以设计格栅 看你如何设计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些空间里面 设计一点遮挡的部分都可以 就是设计上面呢 你可以看你的这种诉求 那如果我们要看到整个的效果 那这个遮挡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拿掉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呢 先造井 然后我们这边是游井 到我们这个井里面去游走 再来就是观井 那你坐在这个不同的包厢 你看这个景色 这边有两个大的这种茶室的这种包厢 还有一个小的 那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条水平线呢 跟上面这个水平线呢 它是对称在一起的 又做到 又把变成是一个水平长条的 这样的一种分割线 做到这种亭子的这种意象 好 那水井的部分上面的这个地方呢 做的像木屋这样子一种建筑的这种与会 然后用一个反射的材料 然后这两个材料之间把它脱开 然后放一些灯具 有一个小的古琴 可以在这边弹奏 用石头来塑造一个山的小山的意象 在我们这个里面造井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呢 这边稍微用这个墙面挡一下 这边还放了一个像卧榻这样的一个椅子 你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往这个地方看 好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讲一下这个分割手法 就是说这个亭子呢 跟这个建筑这边是分割开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 就是这个吊顶的地方也分割开 为了要放这些灯具在左右边 然后这个空间被分割了出来 把中国园林这种庭园里水的这个手法 用用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空间里面 好看完聚冰老师 我们现在看吴冰老师的这个作品 杭州的这个江南里 他在设计的时候呢 室内呢 他没有一个天井 他就把这个地方呢 跟二楼这边呢 把它打出一个挑高的地方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天井 然后呢 除了这边呢 我们造了一个天井这样的井之外呢 在这个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放了一块石头 在我们的这个楼梯间 上楼梯的这个地方 跟这个厕所这个地方连接起来 视觉上有点感觉 它们是连接起来 因为材料 这边同意了起来 把这块也当成是一个井来设计 这边用那个圆形展示区 在这个地方 也像是一个井 我们在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来 那在分割的时候 然后也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利用这个梁柱的位置 再把我们建筑这边切开 很清楚的划分 我们用梁柱来划分这个区域 然后有些地方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地方呢 吴斌老师给他做了一个天井 把这边全部拆了 做一个天井 然后这边用了一个多功能的空间 在下面 这样子的一种分割的方式 造了一个井 一样就是这个天井的地方 也是采用水井的方式 主要的一个井 那其他的地方都用这个木格柱的方式 来当做我们的这种修饰 还是有一点东方的这种味道 在空间里面呈现 好 那楼梯间这边呢 一样把刚刚这个材料呢 延伸过来 那楼梯间下面呢 弄了石头 像枯山水这样的一种意境 在我们这个地方造井 那刚刚说的这一个圆形的展示 徐他就放了一个 这个菩萨雕塑 当成我们的空间里面的一个焦点 另外一个井 然后汤层一瓶呢 在这个汤层一瓶一瓶 一样把这个地方 旧的区块 做了一个这个旋转楼梯 然后一样利用旋转楼梯的下面呢 来做了一个 这个井 那这一次用的是 黑色的大理石 把这个地方 做成是像水井一样的一种意象 在下面这里 那其他的地方空间呢 我们一样把它分割好 然后以我们需要的这个需求呢 配置出这个餐厅 还有这个府厅 餐厅府厅还有客厅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 厨房工人 卫生间这样子 府厅就是把它当作是 客厅的另外一个延伸 所以你可以看到 然后在这个空间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形成的是一个 这个我们主要的这个视觉的一个井 很像天井下来的这种意象 然后楼梯可以上来 那我们在关这个井的时候呢 用了一些这种冲孔的这种洞洞板的这个铁网呢 然后形成一种隐约的这种感觉 多了一个层次 然后这个大理石来仿造水井 那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水井的那种天井的这种意象 在我们空间中呈现 那背景墙也可以当作是一个井呢 来设计那是仿这个教堂的这个形式 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空间来 在楼梯的这个下面来塑造景色 这是很多设计师的一种手法 再回来看到巨饼老师的另外一个东方之家 如果说这个是小空间 那如果我们在小空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造一个绿井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弄一个枯山水的景色 它是下方弄了一个石头的这个石头的枯山水井 然后在中间的地方它也塑造一个井 但是这个中间这个井呢 它是虚拟的 就是用隔墙上面的图来虚拟一下 这个是一个天井的地方 但是是一个虚拟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空间配置比较有趣 是因为进来的时候这个洗手间是独立在中间的 然后卧室是在旁边 主要这个是一个样板房 样板间 所以它设计的时候是为了这个 让人家来参观的 所以不是真正居住 当然要居住在这里居住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卧室它没有封闭起来 其实是不太可能这样来使用的 那这边有这个茶室禅修室两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的感觉 这个透过隔断半透明的这个图案来看到这个景象 好像在这个自然里面的这种一项 它这个卧室里面侧边还做了这种枯山水井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设计手法 主要就是讲这个造景油景跟观景 就是我们在塑造的时候呢 把造景里面的这个堆山叠石 还有这个庭园的这个泥水的部分 跟这个花草配置的方式呢 来运用到我们的空间里面的造景 当我们造景的时候呢 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去油景 当我们观景的时候 弄一些遮挡的方式 多一些层次来观看这个景色 我们今天就以园林的这个造景油景观景这三个 让大家去思考把它运用到空间里面 那下次呢 我们会来讲这个速度美学 就是萨哈哈迪他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观念呢 从哪边过来的 还有他的学习跟他之后的实践 他是怎么样去思考的 因为我认为做设计 做室内设计师也好 或者是做建筑做设计 他有三个三大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理念 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对这个建筑 或者对美学 多设计的一种理念 第二个是你要表现 如何透过你的表现法 你表现的一种模式 不管是你的手绘 或者是你的这个模型 或者是你的这个3D 或者这个这个效果图 另外就是最后是如何实践出这个 你的这个空间 那我也在写一本书 就是利用这三个观念呢 延伸出十个设计步骤 那我正在写的时候 再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礼拜见 那我们下礼拜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